2022台中自行車嘉年華 Let's all ride 即將在今天上午的9點鐘正式開啟 那起始點在東式客家文化園區 終點站在厚禮馬場 那同步在厚禮馬場 還有一連串精彩的活動 包含有悠有家族帶動跳 以及許多的名歌手來歡唱哦 歡迎大家今天一起來感受我們的熱情活力吧 2022台中自行車嘉年華活動 9月10號中秋節當天上午9點 在東式客家文化園區起跑 終點在厚禮馬場 台中市觀光旅遊局這一場健康陽光又精彩的活動 吸引了超過1000名以上的民眾參加 上午的這一場起跑儀式 是由台中市觀光旅遊局長韓玉琦 帶領地方人士 以及殘障隊伍拉開序幕 韓局長說 今年的主題是Let's all ride 希望大家走出戶外提升免疫力 那我想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大家都悶了很久 不過此時此刻不管疫情如何發展 我們更是要好好地照顧自己 那走出戶外來騎乘我們的單車低碳旅遊 我想是台中市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光推廣的一個政策之一 今年的台中自行車嘉年華從東市客家文化園區到厚禮馬場全長18.4公里沿著東風自行車道跟厚風填馬道附近除了有好山好水好風光之外沿途還有各種好吃的攤位跟表演活動讓大家度過一個快樂的中秋節 非常適合大手牽小手來到台中體驗我們的低碳旅遊同時也跟各個商圈做一個結合歡迎大家來玩台中逛台中同時好好享受美好的中秋假期 這一次2022年台中自行車嘉年華活動除了好吃好玩之外還有好康的紀念品可以兌換而且幾乎人人有獎 市政府也特別邀請自行車業者共同參與 提升台中市自行車跟觀光旅遊產業的發展 記者陳文旭小友金台中報導